计划认为按揭利息抵购税出台八个字还没有一撇 但是呢 房展中介的电话已经被买房心切的顾客打爆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报道 从今天早上开始 这家中原地产门店的咨询电话就没有停过 大多问的都是按揭购款抵购税是不是真的 就是目前暂时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政策 那后面会不会退出了 我们也不是太清楚 记者了解到市场传言的房贷利息抵购税 指的是购房者所购买房屋的按揭贷款利息 可以按照一定比率抵购工资部分个人应缴纳的所得税 也就是说变相降低了购房成本 9月份10月份非常火爆 那如果真的出现了就是说那个购税能够抵购银行利息的话 那后续的市场肯定会更加的好 其实上海曾经执行过购房贷款利息抵购税的政策 随着房地产市场回暖 这一政策退出市场 就是说如果你卖房东方 如果你把房子卖掉之后 你在一年之内 如果你缴纳的个税的话 你在一年之内你购买了新的房子的话 是可以退税的 退出个税就退出了这个整个一个市场 从全国范围看 2016年仍将是全国楼市去库存的关键一年 二三线城市的楼市库存有些需要超过五年仍难以消化 有观点认为从长远看 虽然个税改革势在必行 但怎么改还有待观察 他实际上是贯彻现在这个经济体制改革这么一个思路 在这个财税政策上进行一个改革 所以这个政策我觉得是有两方面的 一方面是对于现在这个宏观经济 包括这个刺激这个消费需求 这个是有利好 另外一个呢 从这个房地产去库存这个导向来看 他也需要提供一些相对来说有利度的这么一个政策